柯文哲跟财团之间的距离 当然原力群也许他的屋龄高 但是就地点来讲 就方便性来讲 应该是符合柯文哲的需求吧 当然是 可是这个跟建商要直接扯上关系 有一点远 因为他中古屋的意思是什么 是二手屋嘛 就是我已经卖给人家 然后再转手的嘛 所以那是不是还是原始的建 这个建设公司都已经不晓得了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一栋建物就在这个立法院旁边 大家如果常常去那边游行抗议的就知道 豪宅住在那边其实还蛮倒霉的 因为你一天到晚回家 可能都会被围起来 回家都很不方便 所以你会想要把房子买在那边 陈佩琪说要帮儿子买 我其实是充满的疑惑 而且如果你的儿子才刚要新婚 你帮他买一个83坪的房子 他跟他老婆要见面都要走很远 这种这么大坪数的房子 拿来做一个新的夫妻 新婚夫妻的新房 我觉得真的是很匪夷所思 比较有可能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不是柯文哲未来的前进立法院 或者是他下一次选举的前进指挥中心 要设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比较可能 另外对所有的小草来讲 真的是情何以堪 他们的居住正义 阿伯现在变成买儿子房子的居住正义 是那个赠送的正义 然后亿万的亿 居住正义 小草期待的居住的正义 变成阿伯 买赠送儿子的居住正义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情何 小草所托非人 你要有个好爸爸比较重要 对嘛 小草之前选举投票给柯文哲 柯文哲在居住正义 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是最有执行能力 可以解决居住正义的人 他当选之后 他要大力改 大力改 大力补 让年轻人都住得到房子 结果我们现在返回来看 是他让他的儿子 他努力看房子 然后努力买房子 让他们家的儿子 有一个新房 有一个豪宅可以住 我觉得这真的是情 有好到柯家 是嘛 小草没好到 对啊 所以这真的是情何以堪 那这件事情 陈佩奇传出来说 他去看房子的时候 林冠年说什么 林冠年说 很多的屋主啊 生气啊 所以才会出来爆料 为什么会出来爆料 就是刚刚亲王所说的 你看他所到之处 每一个建商都要被人家 开始查背景 然后所有的人都要担心说 如果陈佩奇买房子在这边 如果陈佩奇跟柯文哲发生问题 他们家进出 进出以后门口全部都是记者 堵住 然后不能出门 所以大家当然会生气 当然会担心 当然会出来爆料啊 所以可见的就是说 你知道吗 人家说好家庭 难找了 柯文哲跟陈佩奇 绝对不是好家庭 住户可能想来 那没好事 没错 陈佩奇还说什么 哦那个查账每天要开记者会 对不对 我以后要在我家每天开记者会 对 你想他们家 住户会吓死了 你想他们家邻居说 我每天早上要上班 都还要避开你 本来我7点出门就可以 变我6点半要出门 因为你7点在那边 会堵住我的路 对不对 豪宅住户不愿意 你不要这样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柯文哲跟陈佩奇 也不是后处逼啊 不过刚刚清晃有在讲说 到底这个买豪宅的钱 到底是哪里来 我跟大家讲 柯文哲在2018年 这个在任这个市长之后 他2020年的财报上面 就被发现 他拿了选举补助款 2000万去还他的债 还房贷 还房贷 所以呢 他这一次是不是要再用 所谓的1.1亿选举的补助款 去买所谓的这个要六成 自备款的豪宅 我觉得几率非常非常的高啊 对他来讲 1.1亿减掉7千万 他还存啊 会要不要给民众党 要不要捐给民众党 反正柯文哲 从他这个第一任 2014年之后 他的账户是从来都不公开的 那有要没 会不会捐给民众党 会不会将民众党的 这个地方党部去做使用 补助到地方 没有人知道 我觉得民众党员也会灰心 当然是 这个党主席 拿到这个补助款 照理说应该来发展党务啊 照顾整个党 结果他要拿去买房子 完全没有啊 而且你 大家还记得吗 上个礼拜不是 这个监察院才公布 这个各个政党的 这个今年的 去年的这个补助款的使用 民众党的很多的支出 全部都是在协助 总统这一次的选举 六千多万 那柯文哲理所当然 应该选完之后 党为我付出这么多 我应该要捐回去啊 可是你看他第一时间 做的事情是什么 叫陈佩琪去看房子 不是先把他的选举补助款 有一大笔的钱 先捐给民众党 因为我告诉你 如果是柯文哲 依照柯文哲的习惯 他如果有捐给民众党的话 我告诉你 他会大肆的开一个记者会 会敲楼大鼓 对 至少会发信误告 1.1亿拿到了没 1.1亿早就拿到了 就是在柯文哲的账户里面 那柯文哲 有没有把这个1.1亿来捐给民众党 完全没有嘛 所以你看对小草来讲 真的是情何以堪 选举的时候捐款给阿伯 然后投票给阿伯 让阿伯又可以一票三十块 对不对 然后支持民众党 民众党也把整个的资源 整个政党的资源 支持柯文哲选总统 结果选完之后 柯文哲拿到1.1亿的选举补助款 变成他自己的 变成他帮儿子买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小草 真的是情何以堪 所以现在才会有 小草所有的人都要变回头草啊 买住不到房子 还要帮柯文哲的儿子买豪宅 真的太逢负了